大家好,我是奥仲老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穴 它就是我们手下养老穴 它是一个对于老人特别好的穴位 老年人很多的问题 穴腰问题,穴管问题,腰腿痛问题等等 都有帮助 上面我带大家讲这个穴位 我们把左手手心朝下平放在胸前 右手食指点在左手腕关节高出的那块骨头上 然后左手往里一翻 右手食指就跑到一条缝里面去了 这个缝就是养老穴 找到穴位 我们用拇指插住这条缝 一压一松 插按穴位 每次插按五到十分钟 然后我们再换手 老人家最常见的就是眼睛模糊 腰腿疼痛 如果你不会找其他穴位 也不知道按哪里 那你就天天按养老穴 就会有很好的帮助 另外这个穴位是属于小肠筋 我们的扫肠筋与心筋相表理 我们常按由养老穴 还能促进心筋气血运行 对保护心脏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说到底 养老穴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就是一个万能穴 有时间的时候 尽管点按他就对了 好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